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挑战者 抢先100秒 错了 再来 大家好 我是安 亦安 演过电影 发过单曲 一直梦想通过音乐唱歌的方式 传播中国舞者百折不驱的精神 黄金100秒 我来了 还有谁 掌声欢迎能量少女 这样 咱们先请她自我介绍一下 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 大家好 我叫安 亦安 是一名武打演员 兼破继爱唱歌的歌手 因为学过唱跳 我是一名甘肃省的男士人 但是现在常居在北京 在北京开了一家 以自己原创歌曲58为主题 同名的公布俱乐部 刚刚我出场玩双结棍的时候 那个音乐就是我自己的歌 其中一小部分 也就是说通过这种不同的元素 来传播表达我作为一名中国女舞者 崇德尚武百折不驱的精神 谢谢 好 确实信息量很大 我们再回想一下 刚才给我们带了一个双结棍 加上一个啤叉 来 三 二 一 抢先100秒 先投票 94分 不错 不错 一安同学 今天来到我们黄金舞台 有点像踢馆的那种感觉 这样我觉得今天正好 我就可以请小安同学来 对哪个部分进行一下讲解呢 比如说拍戏 以前看那个功夫电影 就是观众觉得很过瘾很好奇 这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在你拍戏的过程当中 武打部分 没问题 怎么拍出来呢 没问题 比如说在影视武打里边 他注重很多方法 第一个叫借位 借位大家可能有的都知道 明白 换一个角度 其实没有打到 看的时候是打到了 第二个叫收力 就是比如说你要出10分 8分的力量打出去 但是你必须要收到1分2分 因为不能伤到对方 第三个叫反应 反应指的一般都是疼的反应 别人打你一下 好疼啊 其实是不疼的 如果你的反应再大一点 那可能就更疼一点 这是一种 还有一个就是运镜 这个就比较专业了 你说到了这个镜头 那么给个镜头 我们示范一下怎么办 可以 我们这样 现场我们包括所有的老师 也可以一起 我们做几个动作 我需要二位跟我配合 因为是这样 出于你的这舞台形象的考虑 像说上来打主持人 不太合适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这样 我给你请上一位专门 同时替身和挨打的这样的一个 就我们这位小胖舞蹈老师 好的 OK 我们先一起做一个动作好吧 两手握拳 右脚朝后 摆成一个实战式的格斗姿势 来发一声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非常好 这个姿势大家看一下 大家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在影视剧里边 因为他要面对镜头 他怎么酷 怎么摆 他不计较这个动作的大小 比如说李连杰老师 他的武术功底非常的深厚 所以他每次摆动作一出来 就是太极的感觉 那个范儿很足 郑子丹老师 他呢是腿成的功底比较好 腿法比较好 一出来就是这种 这种感觉 所以说每一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 杨帆老师一上来就 拳啊 力量还不够 我们来个腿好不好 好 那你先教我们踢 没问题 我们摆好 后腿提膝往前 转出去弹一下 落地 脚背要绷直啊 不能勾着脚 好 来一次 看谁的力量最大 预备 坐 OK 这个在跆拳道里边叫横踢 伞打里边叫边腿 大家今天记住了 好 这个踢会了 现在怎么配合 接下来我要用收力的方法 终于轮你出场了 好 我们来一下 来 好 好 好吗 好 好 细极 这个细极 不是 怎么演出一种碰瓷的感觉 拍戏肯定不能这样 对不对 他应该在什么时候做出反应 踢到的一瞬间 疼痛的反应 加上收力的腿法 感觉就出来了 好 再来一遍 准备 可以 可以 这边好了 这回我们来配合一下 好吗 咱们演出更高的境界 对不对 这回我就是一瞬间 然后你就疼 好不好 好 是你 打他太急了 哎呀 哎呀 怎么还麦可杰克逊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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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你是一个青蛙吗 太难了 哎呀 有什么收获 我觉得我演的还可以 哈哈哈哈 辛苦辛苦辛苦 虽然我们看他特别阳光啊 但实际上你是受伤退役的运动员 对吧 亦安同学以前是排拳道队的一名专业的运动员 后来受了伤 当时是哪里受伤了 腰 腰不受伤 哦 也是配合别人 就受伤了 不是不是 是长期超复合的训练导致的 因为别人觉得苦 我觉得是酷 别人觉得很累 那我觉得很开心 很享受 正是由于过分的热爱 所以那个时候 也过分训练 对没有太好的懂得保护自己 对对对 受伤之后啊 就感觉自己好像废了 但是 就是怎么说呢 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 身体受伤了 身体闲了 心 闲不了 然后在非常不甘的情况下 又选择了另外一种爱好 这里受伤了对吗 我可以不练这儿 那我边走路 我干什么 学唱歌 在座的所有唱歌老师都知道 打那个 我可以边走 不用动它 然后嘴里边练练声什么的 然后写写词 就有了一个更多的爱好 那你现在的梦想呢 是想成为一名歌手吗 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刚刚说的 我以这个 我学的武术 抬寻到这种精神吧 作为主题 去创作一些 能够发展传承 传播中国功夫文化的歌曲 就像我刚刚自己写的 这首歌叫五八 包括大家刚刚看的 那个电影片段 有一个叫五八少年 也是以我自己 真人真事为主题 就是大家都觉得 很感动这个故事 专门去拍了一部电影 现在还在后期当中 提倡这个功夫文化 能够改变青少年 以及更多的年轻人 很多恶习 所以通过一安的故事 让我们懂得一个道理 就什么叫赛翁是马 焉知非福 其实他讲了 他自己的故事 他是真的 由内而外地坚强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 这一段 不圆满的这个 人生的轨迹当中 能逼出一个 优秀的歌手 好 谢谢 准备好了来挑战 我们的舞台了吗 谢谢 准备好了 面前的黄金通道 即将开启 请登上 黄金舞台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黄金100秒央视评号 点击央友圈 在这里可以报名 发责 参与实施互动 有机会来现场 参加挑战 还在等什么 赶紧扫码加入法 黄金舞台 100秒倒计时开始 赢紧扫码加入法 赢紧扫码加入法 赢紧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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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打扫码 赢紧扫码 突然一场大雨 将下来 好 汗水背那雨水冲走 结束此时天的痛恁 黄漠一乐路边 成了绿洲 在红下有一颗大石 在树上有一颗苹果 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 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一次 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 Come on 哇啦啦啦啦啦天里在下雨 哇啦啦啦啦啦云里在哭泣 哇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 不用说我只会胡思乱想 不用说我只会胡思乱想 哇啦啦啦让我去地狱 我只希望能够再能够再一次 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 谢谢我们的选手安逸安 来有请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 投票 投票结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弹幕 好伸手 还是觉得打武术更帅一些 多才多艺加油 自信阳光帅气的女孩子加油 坚持梦想 是金子总会发光 小安同学有没有可能挑战成功 嗯 接下来看结果 黄金大幕请升起 三二一按下我们的宝箱 好 谢谢 叶尔大成功 谢谢 爱死你们了 100秒钟挑战得分95分 加上抢先100秒钟加分 总票数100分 100分 恭喜 谢谢 祝贺 闪闪发光的奖杯 激励你继续前行 是金子总会发光 加油 谢谢 再见 再见 再见